我看課題喔 他說有個點P點在直線AB上面 這樣行不行 OAOA平面上好不好 任意點 而且AP等BP等2比3 好不好 所以想請問一下 今天如果相量OP 分解成R倍相量OA加上S倍相量OB 就RS怎麼算這樣行不行 來 他說P點在直線AB上面 那很抱歉 P點他說在直線AB上面 那P點會在線段AB上 還是線段AB的外面 你確定嗎 不確定 所以他就說P點在直線AB上面 所以說這次要分成兩種狀況討論 第一種P在線段AB上 第二種P在線段AB的什麼外面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要再討論 好第一種現象P點在線段AB上面 所以說我們最早的一個點叫A點 一個點叫B點 好P點在線段AB上面 好今天一個點叫O點 O點在平面上 但是在線段AB外面對不對 對齁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麻煩你 他說多少 今天相量OP 可以分解成R倍的相量OA 加上S倍的相量OB 麻煩把R和S算出來 因為題目這邊已經輸了 他說AP比PP4級 2比7 3 所以說這兩段比例是2比3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相量OP怎麼寫 麻煩你2加3是幾 5 所以說這時候我們用分點公式 2加3是幾 5 他可以寫成5分之3倍了 相量OA 加上5分之2倍了 相量OB 相量行不行 所以R就5分之3 S就自己5分之2 相量行不行 請後這第一組答案 相量行不行 再第二組 TA他只有說在直線AB上面 所以說可以在AB線段外面嗎 可以喔 這時候你觀察一下 對吧 比如說這是A點 這是B點 P點在外面 那P點可能在左邊 對吧 這A點 這B點 P也可能在右邊 對不對 所以說P點在線段AB外面 所以說可能在左邊 可能在右邊 按照題目意思 他說AP比BP是幾 2比3 AP是2 AP是2 BP是3 有沒有看到 可不可以喔 可見的老師可以知道 可見的老師可以知道 這邊是幾 1 這樣行不行 所以這段是1 好不好 大概大概有點不太標準 沒關係 好不好 所以說AP是2 BP是3 可不可以喔 好 標準一點好了 我朋友同學就誤解 OK 所以說我把A點移過來一點 好不好 OK 所以說這時候老師把A點移過來 這樣行不行 好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A點在這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AP是2 BP是3 可見這段就是其1 所以說這兩段是其1 2比1 這樣行不行 請後 再來 那如果說這種現象咧 這種現象什麼現象 AP是2 BP是3 我2 居然比3還要長 合理嗎 不合理 所以說不可能是這種現象 這樣講的是意思吧 可不可以不可能 2包含住3嗎 可能嗎 不可能 這樣行不行 好 所以說這時候P點在現段AB的外面 可見P點是在這邊 用完了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說這兩段比1是2比3 行不行 所以說這邊是1 可不可以 所以說你觀察一下 這時候你在現 現段AB外面再找一個點叫O點 可不可以 可以 這邊是誰 這邊是向量OP 向量OA 向量OB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 去把OP 等於R倍OA 加上S倍OB 把這RS算出來 這怎麼算 這時候你觀察一下下 誰是分點 A在P B的中間對不對 所以說對向量OA而言 對吧 根據分點公式 這時候PA點變成分點了嗎 行不行 所以向量OA而言 2加1四起 而向量OA可以分解成2加1四起 3分之1倍的OP 加上3分之2倍的OB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那你看一下今天是要變成OP 所以說把這個移過去好不好 可不可以 老師寫關好了 所以說我知道3分之1倍的OA 把這個移過去變成自己 向量OA 減掉3分之2倍的向量OB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去分母同生起 3 對向量OP 等於3倍的向量OA 減掉2倍的向量OB 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對這邊而言 RS是幾 R是5分之3 S是幾5分之2 對這組而言 RS是幾 R 是3 和7 5分2 所以說這裡有幾組答案 有這兩組答案 一組是幾 5分之3 5分之2 還有一組是幾 3分2 這樣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下 7分3 3分4 1 4分3 打碎 4分5